您好 欢迎收看11月21号大花联地方新闻 我是陆宇慧 使用50年的光复乡公所行政大楼老旧 经过多年的讨论及筹备 崭新面貌在今天举行落成启用仪式 县长徐正卫立委福昆奇 还有仙人员等人都到场管理 场面相当日落 使用50年的光复乡公所行政大楼老旧 经过多年的讨论以及筹备 崭新面貌终于在11月21号 举行落成启用仪式 县长徐正卫立委福昆奇 县议员等人都到场管理 场面相当热络 县长徐正卫说过去的大楼相当的老旧 除了该整修之外 也是希望公所运作顺畅 民众洽工也比较舒适 因为行政事务要知道 一个乡镇大到小小各科市的编列预算 如何执行以及政策的拟定 我想没有经过一定时间的历练 成熟圆容 没有办法继续的推动 所以我们是不是再给您精准将党承真 也对他无力好不好 光复乡公所是原址打出重建 新建办公大楼占地约928平方公尺 打造地上四楼 乡长表示感谢中央以及地方政府全力支持乡镇建设 才能顺利推动公所行政大楼的重建工程 记者高双双光复乡采访报道